大家好 歡迎和我一起走進未解之謎節目 我是扶搖 我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中國第一例公開報導的輪迴案例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唐江山 唐江山說 他的前世叫陳明道 1967年文革武鬥盛行時 上一世無辜被臨村的人給打死了 當時他的身上中了很多刀 有嚴重的刀傷 而且他還挨了一槍 死狀十分的淒慘 這樣的命運其實難免讓人心生怨恨 按照一般輪迴故事的邏輯 故事的發展應該是 他的這一縷亡魂飄飄渺渺的來到了閻王殿 陳述自己的冤情 然後閻王特許他輪迴轉世 指認兇手 之後兇手伏法 大仇終於報完了 然而唐江山的故事卻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版本 唐江山1976年出生於海南省東方縣布摩村 他的父親叫唐崇進 母親叫林順柳 唐江山從小就不太一般 他比同齡的孩子更聰慧一些 更懂事一些 三歲這年他突然對父母說 我不是你們的孩子 我叫陳明道 我父親叫三爹 我的家在丹州 是臨近港口的 我是被人用刀和槍給打死的 說完他的父母挺吃驚 不過大人們並沒有太在意 又過了幾年 在唐江山大約六歲的時候 他們村裡來了一個小販 這是一位從丹州過來的女子 唐江山看到這位女子就迫不及待的用丹州話對她說 我也是丹州人 我是丹州新英的 家住黃玉村 你可以帶我去丹州嗎 然後她就一直要求這位女子帶她去丹州 女子聽了覺得很奇怪 這是什麼情況 這孩子是不是發燒了 女子非常驚訝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是東方縣 距離丹州有160多公里 挺遠的 並且這兩個地方還講兩種完全不同的方言 互相之間是幾乎聽不懂的 然而這小孩出生就在東方縣 還沒幾歲呢 他怎麼會說丹州話呢 左思右想都覺得這孩子有點特別 不過這位女子還是沒有答應小唐江山的請求 後來女子離開了 可是人家是離開了 唐江山這個想去丹州的想法 卻是一直沒有被打消 並且她這念頭是越發的強烈 不斷的要求父親帶她去丹州 父親就問她 就算是去了 到了那你怎麼認識路呢 唐江山說 我認的 咱們只管去就是了 不過父親還是覺得不妥 沒有答應她 唐江山這一次非常的失望 她甚至開始耍脾氣了 一個人悶在屋裡 自己在那哭 也不吃東西 也不說話 脾氣還挺大 她的母親後來回憶說 唐江山很將 家裡人都拗不過她 後來只好答應了 這個時候是1982年中秋節剛過不久的時候 話說她們來到了丹州 這小小的唐江山果然認識路 她就這麼自己指路 到了這之後呢 本而是成了她帶著父親來來回回的 她們來到了黃玉村 這路上也是夠曲折的 她們先後倒了好幾便車 走了很遠的路 然後呢 她們來到了一條河邊 搭船過河之後 在七拐八繞的 走了差不多五百多米 終於是拐進了一戶人家 一推門 唐江山就對著一位老人用丹州話叫三爹 這人是誰啊 這人就是唐江山前世陳明道的父親陳讚英 因為在家裡排行老三 按照丹州的習俗 陳明道都是管自己的父親叫三爹 這裡呢 我們還得介紹一下 前世陳明道在家中是獨子 唐江山這次來的時候 陳明道的姐姐妹妹們都已經出嫁了 她的母親也過世了 父親陳讚英是家中的孤寡老人 老人這一看忽然來了個小孩管自己叫爹 老人簡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唐江山和老人說 我是您的兒子陳明道 那年被人打死了 後來拖身到東方縣不磨村了 現在來找您了 老人聽了更深目瞪口呆 唐江山自己也知道 父親也就是三爹肯定不相信眼前這小孩也就是他的話 於是他就一邊說著一邊跑到屋裡 然後說著自己以前睡哪個房間 哪張床 然後這小孩居然還把他前世用過的物件一樣一樣的給搬了出來 這孩子指認的的確是絲毫不差 三爹不得不相信眼前這個小孩就是自己死去的兒子陳明道 黃國神來 三爹就抱起了小唐江山 這對隔世父子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站在一旁的唐江山這一世的父親唐爸爸也看哭了 父子情深呢 他們的哭聲驚動了這個小村莊 村裡人都趕過來了 要看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人來的很多 這個時候 小唐江山回頭一看 人群中有自己前世的唐弟陳君柱 還有以前的好朋友 他就一個個叫出他們的名字 並且一一說出他們以前一起做過的事 講的一點不差 他說的這些事也是不得不讓大家相信 陳明道又活過來了 唐江山轉生認親這件騎士鬧得挺熱鬧 但是原本也就是在丹州和東方這兩個小縣城 人們口耳相傳 這故事之後被廣泛的報導還得歸功於一個人 他就是海南計劃生育局的一位幹部李淑光 2002年李淑光下基層去了東方那邊 他想起來以前聽說過這張奇聞 於是就找人帶他去見見唐江山 他想親自便便真偉 這個時候已經很多年過去了 唐江山已經26歲了 而自從他認親之後 他的父親唐崇敬就經常帶他去探望前睡的父親三爹 後來他長大結婚了 還帶著妻子一起去 除了探望 他們還給老人送生活費 就跟以前的兒子沒什麼兩樣 後來三爹在1998年過世了 唐江山和妻子都很傷心 趕過來料理後事 他們按照當地的習俗 以兒子陳明道的身份給老人安葬好了 之後 他又守校三個多月才回家 三爹陳讚英雖然是一貧如洗 但是老人家還是有間房 有一塊原地 算是一點遺產吧 村民們想讓唐江山繼承老人的這些遺產 跟他說 你回來住吧 東方那邊條件不如這邊好 可是唐江山沒有藥 把這些東西都給了唐弟陳君柱 他說 東方那邊的父母也老了 他得回去擅養 就這樣 沒拿一點東西 只是替前世陳明道進校之後 轉身繼續過唐江山的人生去了 來查訪的幹部李淑光走訪了幾位村民 又跟唐江山做了兩次長談 這之後 他就基本相信了這個故事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 在這個世界上 但凡做騙子的 沒有不為自己謀求好處的 我們聽說過騙財騙色的 還要騙個官當一當的 但是有誰聽過騙當孝子還不要財產的嗎 再一個就是唐江山這一世 在小學兩年級的時候就輟學了 但是李淑光卻發現 唐江山其實認識很多字 談圖也不像是沒文化的樣子 唐江山說自己可能是承襲了前世陳明道的文化知識 陳明道上過初中 當年第一次他六歲去認親的時候 路牌上的字他就都認識 也沒人教過他 更神奇的是 唐江山還給他看了左腹部的一塊胎記 看上去這就像是一個刀疤 他說這是前世刀傷的印記 前世老家黃玉村和旁邊的村子多年來一直衝突不斷 文革的時候更是互相尋仇 雙方都有傷亡 雖然自己的前世死得很痛苦 但是唐江山卻說 他這一世不想復仇 只希望兩個村子可以拋棄前仇和睦相處 那一年他去認親的時候 在別人的詢問下 他一不小心說出了當年殺死陳明道的那個人的名字 結果 這事弄得兩個村子甚至在派出所門前又打起來了 雖然說 後來經過條庭言歸於好 但是唐江山心裡一直很內疚 他覺得自己太不懂事了 差點惹出了大禍 他說 當年認親真的只是想盡孝而已 心念是堂堂正正的 完全沒有報仇的想法 唐江山雖然說不出冤冤相報 何時了這樣的大道理 但是 朴實的他卻因為自己當年所受的痛苦 推擠及人 不願意兩個村莊再起紛爭 再有流血事件了 這份天性中的善良是更加深深地感動了李淑光 李淑光覺得眼前的這個人沒有理由騙人 他把這個訪談記錄整理成了一篇文章叫《二世奇人》 並且投稿給了當地海南省复聯出版的一本雜誌《東方女性》 雜誌編輯開了以後覺得太震驚了 一時他也是無法百分之百相信 於是為了嚴謹起見 編輯部派出了記者 還請到了海南省遺傳學會秘書長福生苗 跟著李淑光一起再做一次調查 這一次他們帶著唐江山去了丹州 到了丹州之後 村民們看到唐江山都很熱情 並且所有被採訪的人都說 唐江山就是陳明道 陳明道的大姐陳穆彩說 我問她 我的弟弟身上有什麼特徵的時候 她說 陳明道的左葉窩有一顆大黑痣 就憑這一點我就認了它 陳明道的堂弟陳君柱說 他當時來認父親的我的三叔 陳在英是個無保護 家無隔夜之良 他能懷有什麼目的 我是相信 唐江山就是陳明道 這是一個事實 而其他的村民也是紛紛出來作證 就連唐江山前世的女友也不避嫌 也作為證人接受了採訪 而這裡 村幹部陳碧弘還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明 可以說是鐵證 那就是當年黃玉村控訴臨村的材料 裡邊就記錄了陳明道死亡時候的情景 這跟唐江山小時候說的幾乎沒什麼出入 也跟她身上的刀疤胎記能夠對應上 在取得了詳實的人證物證之後 東方女性雜誌終於是在2002年第七期 詳細報導了這件歧視 標題為《對二世人唐江山的特別調查》 自此 唐江山的傳奇故事 開始引起了更多人的關注 2013年 隨著平洋再生人現象被社會式廣泛的熱議 海南電視台也決定再調查一下唐江山轉生事件的真偽 電視台當然是有備而來 他們特地配了一位來自單州的攝像記者 這位記者跟唐江山嘰哩咕嚕地說了幾句話之後 就確認唐江山的確是會講單州話 在之後的採訪和取證過程中 包括查驗唐江山腹部的胎記 還有觀察唐江山和單州村民的互動等等 記者的疑慮是一個一個被打消 並且不管是在東方還是單州 記者都找不到一個負面的證人 大家都說 唐江山賢養老人還不要財產 直到現在每天過著清貧的日子 靠打工勉強度日 沒有從這件事情中得到一點好處 他有什麼理由騙人呢 後來 海南電視台就在新聞故事會欄目中 正面報導了唐江山事件 鏡頭之前 唐江山侃侃而談 笑容坦蕩 村民們又熱情又樸實 與世無爭 看著看著會讓人不由自主地覺得 他們說的真的都是真的 節目視頻現在在網上還是可以找得到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搜來看看 好了 兩世為人唐江山的傳奇就講到這兒 如果這個故事讓您感動了 就請大家把影片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吧 這個世界上是需要善良和寬容的 是需要像唐江山這樣的人的 未解之謎 我是福瑤 我們下次見 Hello 大家好 我是福瑤 歡迎來到未解之謎頻道 我們會在這個頻道裡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謎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歡迎點贊 訂閱和傳播 還有點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